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主题围绕与新桥老桥切身相关的各种重要话题 受访者皆为业界的拒破 希望朋友们追随我们到AM1450 同时您和您的亲友多多利用sbcmedia.net 各页面的上方现场直播的按钮 不论您在何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Stanley曾专经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 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Stanley曾408-777-8900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2号礼拜三 我是主持人周乐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场 邀请到的嘉宾 他是新屋专家曾庆安Stanley曾 Stanley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很高兴又回到节目中来了 跟在空中 跟大家见面 是 现在在CNBC上面 Financial的这些记者 在访问的时候都说 哦 现在就是recession 您认为如何 那我用同样一个问题来问您 因为现在太多的分析师 都认为现在已经是在recession了 并且标普500的这些股市啦 包括其他两大股指 都已经是年内的negative 并且已经下跌20% 已经超过六个月以上了 所以您同意我说 在现在的recession的市场里面 那您对于新屋的这些市场啊 在Bay Area来讲 What's your take 您认为如何 这个经济萧条啊 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定义 那么大部分人都认为说 现在已经进入经济萧条recession 可是嘛 有一个情况 跟传统的 我们过去经历过的经济萧条 不一样的就是 就业人口啊 还是很多 失业率并不高 失业率实在是不高 反而非常低 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所以嘛 我过去在节目中有讲到说 如果说房价要大跌的话 通常要有 这个三个情况发生 一个是利率大涨 现在是 是 第二个是股票大跌 现在也是 第三个是公司要大幅采源 现在还没有大幅 没有错 所以这是 现在唯一跟传统经济萧条 走起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在湾区啊 至少在这边还看到 还没有很多大公司说 宣布大幅采源的 所以还没有到人心惶惶那个地步 所以嘛 价钱也不会大幅下跌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呃 是因为现在 上市的房子 现在开始减少了 哦 二手屋现在开始慢慢减少 通常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在呃 下半年到了呃 九月十月 十月开始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通常都是每个月都会比上一月要少 上市的房子 嗯 这是正常的 到十二月一月的时候 通常是最低 每年最低的 这是正常的季节性的现象 是 那新屋呢 其实 过去这一两年啊 一直都是不够的 非常少 这个我们新屋推出来的 在2021的时候 是因为很多人要 所以那个时候 房价涨疯了 那现在呢 想买的人少了一些 所以价位就开始有一些疲软 从现在到年底呢 这段时间 未来三十天到四十五天 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什么呢 建商他要 要冲业机 年底以前一定要有一些房子 他建好的 他要卖掉 要结束掉 要清空 对吗 在这段时间 未来三十到四十五天 其实是最好的机会 一旦过了年以后呢 他还没有成交的房子 他就不急着卖了 对 所以目前 现在是最好讲价的时候 虽然说 有些建商 他并没有把标的价钱 降太多 可是他都也提供优惠 然后嘛 他也跟我们暗示 说可以谈价钱 OK 好 那现在的贷款的利息 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在新屋 您曾经是prefair lender 那对于贷款 在购买新屋方面 有没有特别的提醒呢 虽然说现在率是很高 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之间 可是呢 我们每次碰到这种高利率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变通的办法 就是银行会推出各式各样的 首先就是短期利率 这种三年五年七年十年 这种短期前面固定 后面浮动了 这种现在又变成比较普遍了 很多人认为说三五年之后利率会降 那个时候再refinance 重新贷款 另外呢 有些银行提出这种所谓的buy down buy down就是暂时降低利率 我们有永久的buy down 是什么意思呢 30年固定利率 花一个point的钱 就是百分之一 贷款和百分之一的钱 去把利率降低 大概可以降个0.25吧 嗯 那还有这种temporary 暂时的buy down buy down就是说 暂时把利率降低 怎么暂时 buy down一年或两年这种吗 是的 像一年的buy down 就是说第一年假设是6.5 正常利率6.5 那第一年降到5.5 第二年才回到6.5 那两年的buy down是什么 第一年降到4.5 第二年到5.5 第三年再回到6.5 哦 那这种两年的buy down 是不是要花比较多的钱 是的 因为它前面两年 降的利率比较多 可是因为现在不好卖吗 大部分的情况 都可以让卖方提供一些优惠 让买方得到这样的好处 多付一点钱 然后把利率降低 这样的话也比较能够负担一些 房子也比较好卖 所以很多 现在很多这种促销的情况 所以这个都赶上了好时机 我的意思是说 在第四季度 在builder 他着急要卖房子 他就会想尽各种各种的方法 来让想要住新房子的朋友 能够达到您新房的美梦 新房owner的美梦 好 Stanley 那么您认为 在这个经济开始看到萧条的时候 新屋的市场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吗 新屋建商 它会这样子 它会 它因为房子不好卖的话 它会暂缓 放缓 它这个建的速度 所以它原来也许一年要推出40栋 它也许现在推出30栋 或者把建筑的时间拖长 每一个费 它中间停的时间 多调一点 这样的话就不会说 有太多房子一下建出来 不好卖 所以这个情况是 我们以前有看过的 建商它会慢慢减缓 它放出来 试出来的这些速度 那么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即使说房市再缓慢 还是卖得掉 今天如果说到这个汽车经销商 新车卖新车的车行去看 上面车行 它的停车场里面 绝对没有2020或者2019的新车 现在还没卖掉 嗯对都卖了 对 是新车也是一样 现在建好了 不会等到6个月12个月以后 还没有卖掉 不会的 这就是if the price is right 对不对 是所以吗 这个时候呢 建商它就会比较愿意 呃 谈价钱 尤其是我们以前提过 所谓的inventory home 建好了以后还没有卖掉 这个时候他们就急了 对他们也着急 所以现在开始慢慢会有一些未来 这我相信3个月6个月之内会有慢慢会增加这些inventory home 也就是说建商它谈价钱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了 可是呢 我看这未来的趋势是这样子 湾区在过去这大概是五六年一直有这个供不应求 尤其是过去这两年有供有很明显供不应求的情况 就是新开发的计划比以前正常的这个速度要慢多了 再加上疫情还有现在这个供应链再加上通货膨胀压力 还有经济萧条 所以建商在未来这一两年做新开发的工作会缓慢很多 那这就影响到三四年以后啊 两三年以后 等到这个经济萧条结束了以后 通常大概不会超过两三年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 房市要反过来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会有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有很多人跳进来都想要买房子了 还一窝蜂的哈 对 可是房源会非常非常少 那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在2021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所以建商在2021的时候啊 用了很多这种呃 bidding的方式就是竞标 让大家来出价 现在他们已经尝到天头了 因为他赚的钱最多 只要有人愿意买房子不够 他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估计未来这两三年 等到房市再起来的时候 尤其是新屋市场 会越来越多建商 他又会采取竞标的方式 所以我建议啊 有兴趣买屋的人 现在赶快动手 现在市场适合是buyer的时候 赶快动手 现在真的是不管是继承屋 尤其是新屋 更是buyer的市场 并且你看builder 他要把一块地弄成准备好盖 然后申请这么多permit 然后再面临各种各种的人员的问题 材料的问题 他要搞一栋房子起来 有的时候要花好几年 那buyer这个时候 就趁这个机会了啊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听听 Stanley要给我们介绍 很多在湾区的opportunity 但是今天都是这个target area 非常好的重磅地区 先从中半岛开始讲 包括了Sumertel Foster City 还有Redwood City 开始先讲 因为时间的这个大块的 想留多一点的时间 让Stanley可以一起喝成 我们现在稍微提早一点 进一个break 之后呢 我们就把今天要介绍的 很多opportunity 请Stanley完完整整地告诉大家 听众朋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资讯电话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沈荣在2016年获得Mass Mutual 特级机优顾问认证资格 而符合这项认证的必要条件 就是具有持续 稳定 并且高质量的服务 沈荣的每一位客户都觉得 自己是他唯一的客户 沈荣将使您对自己的财务更有信心 沈荣以卓越的专业知识 最顶尖的服务 被福布斯 Forbes 杂志 列入2022年顶级金融专家名单 沈荣在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到下午5点 在办公室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回答任何保险年金 长期护理 投资等金融问题 可以打电话到925-858-9502 925-858-9502 也可以预约到办公室面谈 需要地址的可致电925-858-9502所取消 健康保险专家Simon Chu 讲解其应健保Medicare各地区改变的事项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讲座 德利洋地产卖方经纪Audrey Sun 详解近期湾区房产市场走势 并介绍新上市屋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Charles Zhao 讲解高通膨下投资的机遇 10月15、16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Stanley曾408-777-890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曾庆安时间今天是10月12号 刚才Stanley提到了在未来的30天到45天 是买新屋最好的机会 那原因已经解释过了 现在就请Stanley来给我们介绍 从中半岛开始这些全新华屋的种种 好吗请 可以我们从中半岛Sammateo开始 Sammateo94403 Zipco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我们知道在中半岛很难有新屋推出来 那这个计划呢 它有condo有townhouse有singlehouse 它的condo有两种 一种是有电梯的 然后里面是平成的 三岁房1500尺143万 大一点的1800尺的话164万 那它还有这种condo是要自己走楼梯的 有些年轻人喜欢这样子 对对对当运动 两岁房1400尺123万 那比较便宜一点是因为它没有电梯 它有大的四岁房的1800尺173万 townhouse呢 就是传统三层楼这种的 两岁房的1600尺算是大的两岁房的 140万 那它大一点的三岁房2100尺 这次就是已经很舒服的三岁房 183万 它有两套最后两套singlehouse 这是独院独动的 然后有一个小院子在后面 它有三岁房2000尺240万 四岁房大一点2250尺250万 最后两套了 卖完就没有了 那其他康路湯号剩下也都不多 所以已经接近尾声了 它整个环境现在建好了200多户 看起来非常准备 接近地点101跟92号交口 附近有Hillstil Shopping Center 接近居宁山机场 10分钟就到了 所以这个是很理想的 而且很难得的机会 下面move到Fauster City 在上面它有隔壁 它是94404 Zip Code插一号 它有70套新的townhouse 这个是建屏比较大一点的 它从1400尺到2200尺都有的 那有一岁房的 现在很少有一岁房的townhouse 是可以单身的了 或者是夫妇 那一岁房1400尺 差不多138万 大的到了2200尺 大概是230万 也就是说差不多1000块钱一尺 在那附近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了 那它这个计划 它开卖的比较晚一点 它建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所以现在有些房子已经快建完了 10月11月就可以入住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跟建商谈价钱 所以这是很好的 它的地区是在一个整个区 Fauster City其实已经没有太多地了 它是有一片工业地 它把它改变地幕 整块 整个block Change棕林了 是 全部建成住宅 有apartment 有townhouse 看起来非常整齐 中间还有一个公园 所以地点非常好 是 再往南走一点 人物实体红木城 红木城 94061 那有一个很小的townhouse计划 总共只有10套 那它是传统三层楼的设计 可是呢 它的设计是这样子 房租外面有一个楼梯 先上楼梯 就到第二楼 才看到大门 所以大门是在二楼 从这个街上 先爬一层楼梯 到二楼进客厅 然后往下走 下面有一个睡房 往上走上面有睡房 所以这个设计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价钱呢 大概也差不多1000块钱一次 现在中半岛大概也都是这样子了 它的间平1400次 到2200次都有 138万到差不多230万左右吧 那它的地点呢 是在接近 红木城的 红木城 现在 现在越来越繁荣了 因为附近建了很多大的公司 办公楼 还有 看起来很新 这些地方的餐厅都好好吃 这是 这是这个 Row City的 它主要设计都是三岁房 2000次到2100次左右 那么 它其实是在 LKMN以南 所以在住在区里面 很好 其实还不错 环境还不错 是 喜欢中半岛新屋的朋友呢 请记下4087778900 4087778900 来仔细询问 Stanley曾 好 那让 然后离开了中半岛 我们看一下南湾 南湾有哪一些好的机会 Mountain View 三井城 是谷歌的总部 在 很好的一个住在区里面 它现在新开发了一个新的计划 总共有100多套 三层楼的townhouse 1500次到2000次 3到4个税房 现在 建商也很聪明了 他知道大部分人 经过 经过这个疫情的关系 都希望 有大一点的房子 所以他就不建两房的了 只有三房或四房的 那么 1500次到2000尺 有几个不同的设计呢 它现在刚刚开始卖 然后呢 它的地点呢 其实 开车大概两三分钟 就到谷歌的总部了 OK 然后这个 总共115套 算是大的一个计划了 所以环境也不错 它不是在高速公共旁边 也不是在街道旁边 也不是在工业区 所以这个地点呢 相当好 它有model home 可以看吗 Stanley 刚刚开 所以有兴趣呢 我可以帮忙安排 408-777-8900 OK 那在Mountainview 同一个Zip Code还有 是不远 9043 这是比较小的一个Town House 总共只有17套 它的建品也差不多 1500尺到2100尺 它从这个三房到五房都有 这是不同的Builder 不同的Builder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五房的Town House 对 听起来也是不常听到 对 它的设计呢 比较特殊一点 它是在地下 它挖了一个地下室 地下停车场 是所有人都停在下面 可是到了上面一楼以后 就变成Town House 而不是Condo 是Town House的设计 有两层楼有三层楼的 如果说是三岁房的话 就是两层楼 四岁房五岁房 它就建成三层楼 它为什么可以建成五岁房呢 因为传统的Town House 一楼都要放一个车库 所以占地就有限了 剩下的只能放一个睡房而已 那现在既然一楼没有车库 是在停 放在地下室的停车场停车 那一楼就可以放在客厅 饭厅厨房再加上一个睡房 然后二楼再放两个睡房 三楼再放两个睡房 就变成五房了吗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设计 蛮好玩的 有的人就喜欢小一点的unit 不喜欢小一点的complex 不喜欢里面太多户 所以头起所好 喜欢什么样的都有 好 那现在呢 Mountain View的两个project讲完了 Move到95119 这个是三号塞 三号塞 在三号塞的南边 现在三号塞呢 整个圣河系只有 只有两个townhouse在卖 还有一个condo在 在downtown 所以就现在目前就是三个计划而已 这个townhouse呢 算是价位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它在三号塞的南边 两岁房的1200尺 大概99万 接近100万 三岁房的1650尺 差不多117万 所以再大一点四房的话 大概120到130万左右 可是它在这个地区很好 附近全部都是三四百户新的 全新建的 刚刚建完的这个townhouse 好整齐 然后旁边呢 附近它有shopping center 有kaiser hospital 所以地点非常好 生活机能很方便 对 那三号塞另外一个地方 95128 这是在靠近Sentana Road那边 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几次了 这个它有个condo和townhouse计划 condo呢 它有电梯的 坐电梯上下 所以退休的人非常好 它的两岁房1300尺133万 三岁房1450尺145万 刚好就是1000块钱一次 地点是没有话说的 对 然后嘛 它的townhouse的价位稍微便宜一点 三岁房1600尺只有卖130万 然后三岁房1800尺148万 所以想要住的方便的 在这个三号塞中心 而不是在downtown 这个地点非常好 再往南走一点呢 到Morgan Hill 95037 三层楼的townhouse 只有46套 在住宅区里面地点非常好 1650尺到1850尺 那刚刚开始卖 所以价钱呢 还算合理 1650尺的卖98万8 四岁房1850尺的卖120 122万8 这个很大哦 对所以这个其实相当不错 地点也不错 环境也不错 Morgan Hill算是价位合理的了 嗯 那再往南走一点呢 直到Gilroy Gilroy大上层 很多人可能没有去过 只有去过那个OLED 可是现在Gilroy 在Gilroy的南边 有一大片很大 一个地区啊 建了1000到2000户 全部都是新屋的 这么多 其中一个计划 嗯 这个地点就非常整齐 嗯 嗯 它最后只剩下几套 大概两三套这个single house 有 有 有后院的 三岁房的1620尺 小的三岁房 就是9万5 现在已经 在温区可以说 找不到100万以下的single house 是 是 这是唯一的地方了 嗯 那它有town house 价钱也非常合理 小的town house 两岁房1200尺 才卖71万 大一点1600尺 79万 再大一点2000尺 不过81万 所以如果说 因为利率涨高了 没有办法qualify 也许开车 开稍微远一点 这还是很值得 很值得投资的一个地点 I see 嗯 那再来 我们往东走一点 到黑沃 黑沃 94544 544 有一个新开的single house 我们知道 现在在外区 single house已经少而又少了 是啊 它的户数不多 总共只有12套 那它是靠近黑沃的南边 快接近跟Union City交界的地方了 所以环境是residential 我们知道黑沃 再往北走一点 或者再往西走一点 都是很多工业区 它这个完全在住宅区里面 刚刚开始卖总共12套 它有7套是 呃 4个岁房 2256尺 嗯 卖139万8 然后大 大一点呢 有5套 它是5岁房 4个 呃 呃 浴室 为什么呢 它其实呢 它其中里面加了一个ADU 哦 In-law unit 一个睡房 一个浴室的 差不多750尺 买好的啊 对 所以总共合起来 在建坪就有3300多尺了 嗯 卖169万8 哦 所以这个 你有in-law unit 或者说你把它出租 对 也是很好的投资 嗯 它有后院 然后有 有这个自己的garage 还有包括15000块钱的这个太阳能面板 嗯 哦 再来呢 黑沃另外一个地区94544 另外一个townhouse的设计呢 它是靠近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从Fremont 一直到Oakland 靠山上那边都是比较好的住宅区 是 都是高级住宅区 它就在这个 这个山脚下面 所以接近这个山上 环境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这个也在Hayward 在Hayward OK 那 它是一个townhouse的计划 三到四个睡房 1900尺到2100尺 它 刚开始卖的时候 价钱定的非常合理 所以在六个月去卖掉50套 卖得非常快 因为它价钱定的合理 是 那它有1600尺的设计呢 其实是两层楼的 比较像singlehouse 一进门是客厅 饭 厨房 那 它大一点的 四个睡房呢 2000尺 卖93万五 所以 在整个温期来讲 四睡房的townhouse 在100万以下 很难找到的 是 所以今天喜欢 要对于在2022年 最后一个quarter 要买新房子的朋友 今天听到的很多的地区 是非常comprehensive 非常完整的 从中半岛到南湾 然后还到东湾 所以对于刚才介绍的 这些project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和兴趣 直接致电 Stanley增 408-777-8900 408-777-8900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节目 Stanley将要带 哪一些新的房源 还有新的知识 可以来跟我们的朋友 互牵互搓 非常感谢你 Stanley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请继续收听 下面的访谈 GMCC万通贷款 住宅贷款业务 新扩展至 印第安娜 内华达 德州 佛罗里达 乔治亚 夏威夷 新泽西 犹他 全美36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 华人Dirk Lander 10万到400万的 大小微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 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 GMCC Way 网站 GMCCLong.com 电邮 infoat GMCCLong.com 欢迎有经验的 贷款顾问加盟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资讯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27555 Parisima Road Los Altos Hills 1.25英亩 顶级学区房 5房3.5玉 3500平方尺 占地55000平方尺 要价598万8 33Emily Avenue Esserton 极致奢华现代空间 7房7全玉 4半玉 9800平方尺 占地37000平方尺 要价1998万8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650-785-5822 650-785-5822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经验丰富 专精买房贷款 从上百种贷款方案中 为您选择最适合您的贷款方案 使您买房无忧 顺利买到您心仪的房子 降码每周三中午12点至1点 在Cupertino办公室 举办首次购物讲座 为您讲解 买房贷款的方方面面 欢迎电话预约 408-858-3198 408-858-3198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听众朋友好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主持人周乐 让我们一同来欢迎 保险理财的专家 Daniel Lloyd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Daniel你好 周乐好 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借着这个很大的话题 就是Medicare 那因为现在是 Annual Enrollment的period已经开始了 并且据我得到的知识 是今年对于明年的这一个整个的Medicare里面 改变的很多 这个变化的也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着 Part A和Part B 就是Original的Plan 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就在这个时候呢 10月份的时候呢 很多广告就来了 他们要推销什么呢 他们主要是推销Medicare Advantage OK Medicare Advantage是由 私人保险公司来take care你的 OK 然后我先讲这个以后 然后回到那个Part A跟B 那Medicare Original 跟这个Part C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A跟B呢是 A部分是Hospital B是Medical Insurance 是由政府联邦政府亲自take care的 OK 到90年代末的时候呢 那开始的那个Medicare Advantage 所谓的Part C的优势计划 那如果你搞不清楚什么是C的话 你看Kaisa Permanente 就是HMO OK 那Medicare Advantage的绝大部分是PPO跟HMO 当然还有什么PFFS 还有那些Cost Plan一大堆 OK 这是Advantage那部分呢 有不同的形式 那主要的话是由保险公司呢 管理的 是管理师的Managed Care 记得哈 保险公司管理的Medicare的部分 The Managed Care Medicare的Managed Care 是管理师的那个Medicare 那Original A跟B是很自由派 还是美国是自由派的 OK 你要找哪个医生 你要去看Second Opinion Whatever 很自由的 OK 如果是Managed Care 在Part C的Advantage里面呢 你必须要听话 如果你高兴说 我今天我不想去我的医院 我要去Stanford 我要去什么呢 如果你不在这个HMO里面 Network里面呢 你就不会被收保了 OK 可以有一个Pay Your Own 所以这一方面呢 你记得 你有A跟B以后呢 才有资格 你说要不要参加这个C的计划 那在这个时候呢 广告绝大部分的广告呢 都叫你去买Advantage Plan 那Advantage Plan有什么好呢 比如说Kaiza 你可能要付几十块钱 对 到七八十块钱一个月 对不对 OK 这个也不便宜 但是跟别的比起来也不贵啊 很多公司呢 都几乎每一家公司呢 比如说Edna United Health Care 他们都有领保费的 领保费 Zero Premium 但是领保费大家听完以后呢 不要太刺激 不要太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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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领保费固然是领保费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Medicare Advantage里面呢 很多是Copayment啊 Coinurance啊 比如说你要去做这个动作 你要进医院 一天要付一百块 两百块 三百块一天啊 Copayment 这些是Copayment 还有Coinurance啊 什么是Coinurance啊 对啊 不知道 OK 如果这个人需要洗肾 那洗肾呢 一般上来看的话 是只付到80% 如果你需要做那些化疗 癌症的 这个Kemotherapy 那个你的Advantage 一般上只付到80% OK OK 80% only 但是问题是你又开始怕了 80%是无限制的吗 但是在Advantage里面 有个好处 什么东西呢 政府规定了 你一定要做一个上限 的Maximum Out Pocket OK 所以说呢 有些是两千块 有些是八千块 有些是七千多块的 那个Maximum Out Pocket都有 所以这一部分呢 你们要小心 如果有癌症的朋友的话 你加上Advantage的话 固然是零保费 但是你的那个Copayment 甚至可以几千块钱一年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买一个保险 把这个Copayment的部分 也Cover住 Cover掉 Medicat是很搞笑的地方 就是说呢 很多人把Medicat Advantage 跟那个Supplement混谈 哎呀 我以为是啊 其实不是啊 我就感觉到 就这样的头痛 因为你Medicat那个Supplement 不会Supplement Advantage 跟Supplement Advantage 没有关系 Medicat那个Medicab 所谓的Medicat那个 补助保险呢 它跟那个Pard D 没有关系的 D是Drug呀 跟Pard C是没有关系的 C是Advantage C等于Advantage C等于Advantage 但是不等于Supplement C呢又等于Advantage Same thing OK Pard C就是Advantage 那很多人呢 以为我买了C以后 再去买一个Supplement 是愿望了 因为你的Advantage 只是补救你的A B不足 你要记得 你的Advantage呢 是交给保险公司 政府说我不管了 我金盆洗手了 我呢 金盆洗手了 哇塞 我就把A跟B的责任呢 归纳给保险公司 然后保险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大概政府每一个月 给他1000块左右 1000块多一点 给保险公司 take care这一个人 每一个月 OK Every month大概是给1000块左右 叫保险公司呢 你纯纯帮我take care A跟B 如果你们去看医生 哪Advantage的话 是拜托 不要拿你的红蓝卡 去交给医生 或者是医院的 因为你有搞乱系统 然后如果医生觉得 你是Original 去跟政府claim 你一定被decline OK 所以说呢 如果你是Advantage的人的话 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走Original路线 一个是走Advantage的路线的话 是 你要去看医生 务必把那个保险公司 那个卡拿去就好了 不要拿红蓝卡 放在家里就好 人家也不care 人家也不要看这个 不是人家不care 你不要confuse人家 他怎么会被confuse呢 我们消费者 才会被confuse 因为人家的话 是拿到你红蓝卡 以为你是Original的人 所以说呢 如果你是Advantage的人 你只要拿Advantage这个卡去 保险公司给你的卡去 看医生 拜托这样就好了 他上面会写Advantage吗 他上面有时候没有写的 他说HMO 是PPO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把医生那个office 又搞不清楚 又去claim政府 联邦政府的话 人家当然decline 你一定会被decline 所以说呢 你这个东西呢 你要看病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要认定说 你是Original的人 你一定要拿红蓝卡 OK 你拿红蓝卡也不够 如果你是参加Original的人的话 你说 我不参加Past Seed Advantage的 那这一种的人 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的经济情况许可的话 是拜托拜托参加Original 不要听到广告太多以后 参加什么领保费的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身体不是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差 很弱 如果你年满七十岁以后呢 一天不如一天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呢 最近在做网易节band呢 他说 像我过了七十岁 我一天不如一天 就感觉到不一样 所以说 体力不一样啊 对 记忆这样的理由的话是 如果你要最好的Medicare 也是最贵的 那个就是Medicare Original Original呢 你有A跟B还不足 因为AB只付到80%顶多 你必须要买个Supplement Supplement 那个Supplement 我们叫Medicare 那个也是付给保险公司的 那Supplement是由私人保险公司做的 AB是由联邦政府自己 take care的 对 然后呢 如果联邦政府不付的地方 是由Supplement 来补足你不足的地方 叫Medicare 这样够不够了 这样就够了 然后呢 你除了那个以外呢 你必须要再加一个那个Stand alone 是单独的 独立的那个处方药 那这一方面呢 D 要买个D 对 那处方药呢 怎么样认定呢 比如说你有糖尿病 你有血压膏 你有心肌什么梗塞啊 你有心脏病等等等的话 你吃很多药的话 是从你的药做起 从你的药连打进去 去Shop around哪一家 从D做起 从D呢 你要从你的那个处方药 你目前吃的药 然后打进去哪一个计划 对你最便宜的 那这一方面你都要做功课 就在这个时候呢 10月初的时候呢 很多的每一个Medicare的Beneficiary 都会收到那个Annual Notice of Changes 那个别丢掉 就不要丢掉哈 嗯 你呢 最好是你看不清楚的话 你打电话给你Agent 或是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一起帮你了解说 你今年这个版本计划 跟明年那个同样一个计划 版本的计划的话 是有什么差异 如果明年这个计划是好 它改进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 你要查formulary 那处方药那个 处方药 the list of drugs formulary 你要查 然后也许你今年这个药 是属于Tier 2的 明年变成Tier 3 因为那个药的层次 越高就越贵 哦 所以说呢 有些计划呢 是这样 多少钱多少钱 但是同样一个药呢 可能是一个计划是Tier 2 另外一家的公司就是Tier 3 所以说 如果你有吃很多药 你要特别敏感 嗯 如果你参加advantage的人的话 是比如说你有心脏病 有肺育不好的话 是你有三五个专科医生 你要确定你的那个advantage呢 你的专科医生都包在你的计划里面 嗯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是original的话是 全美国有一百多万的医生诊所 跟医生provider 都是你的network 嗯 是原则上是没有network的 还超乎超乎过PPO的 如果你在advantage里面 如果你要自由的话 是稍微 网络比较大 是全国系的网络 到比如说United Health Care 嗯 全国系的网络的话是 你你也许the next best thing for you to do 如果是在advantage里面 不要省钱的话是 嗯 你可以参加PPO 嗯 因为PPO呢 不只是你可以去你网络里面的医生去看病 你甚至可以离开网络 嗯 那离开网络的话是 你的out pocket fee 你要付的钱会比较多 但是呢 嗯 你总可以去看吧 哦 如果你假设是卡在一个HMO里面 比如说Kaiser 你就是一般上就能够在Kaiser里面看病 有什么重大疾病的话是 你就很麻烦 如果说 已经在medicare里面了 他就诊断出来 他有了癌症了 他原来是Kaiser的 能不能这个时候换到original 不是随便你换哦 因为时间上 所以说为什么有10月15号 因为保险公司 现在是已经快要开始 现在开始要决定明年的计划 所以说呢 如果假设你现在有癌症 你明年 你可以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公司去 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去筛损 不是说这个月换下个月就行 那明年1月1号才开始生效 好 那么听众朋友可以主动打电话给Daniel Roy 但是Daniel Roy比各位更 proactive一点 他从10月就从现在已经开始了到12月5号 每个周一Monday evening 七点到八点半 是in person的seminar 就是给各位讲解Medicare 就是晚上我们在zoom上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我们在网路上呢 一起来进行来讨论 因为大家的问题 因为Medicare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明白的时候呢 你第二天又开始混乱了 就好像你听Medicare听了可能千遍以上 你对某一方面很多蛮点 就算我们做agent也是一样 有时候呢 做旁边那个比你更乱 何况是你们 所以我想Medicare呢 如果你很confused的话 是恭喜你 因为this is the right place to be 然后我们在讲座里面 那所有的agent 都像您这么knowledgeable吗 也不一定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笑话 旁边那个为什么还搞不清楚 所以说 但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蛮点 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希望呢 你选的计划呢 是至上至美 好的 Daniel呢 他从现在已经开始 在每个礼拜一的晚间 七点到八点半 是用zoom的方式 来给各位讲解Medicare的种种 因为最近的变化实在是特别多了 住在每一个county 然后保险公司 过去有 现在没有 或者是到某一个county 过去没有的 现在又有这个保险公司了 请大家致电408 329 7549 408 329 7549 来拿到zoom meeting的一个password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过期你就不能够再换了 好 那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 继续请教Daniel Loi 关于Medicare 基本方面 AB的种种 高兴 西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西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呢 请记住登陆sb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啦 健康保险专家Simon Chu 讲解其应健保Medicare各地区改变的事项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讲座 德利洋地产卖方经纪Audrey Sun 详解近期湾区房产市场走势 并介绍新上市屋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Charles Zhao 讲解高通膨下投资的机遇 10月15 16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技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炸谈详情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好消息 银行针对买房贷款推出buy down option 可以拿到第一年低于市场利率2% 第二年低于市场1%的超低利率 还有加州政府推出买房优惠计划 第一次购物可减免房价10% 预知详情 请致电张力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到LEE-13591 LEE-13591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Daniel Louis时间 Daniel我们今天就是按照季节性要讲Medicare 那我还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参加Medicare A&B有什么好处 是必要的吗 是必要的 不管你今天是参加Adventure 你必须要有A跟B 你A跟B的所有的种种的费用 你交给政府不是交给保险公司 那你A跟B申请一次以后呢 以后是永久性的 不要每一年申请的 A跟B 那你一年申请一次 你一年申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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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需要换 不需要换 也不能够换 为什么 如果你敢停的话 你什么东西都没了 下面你的Advantage也没了 因为你要买Advantage 你必须要同时要有A跟B 如果你搞不清什么是A跟B 来上我的讲座就好了 简单讲 A就是Hospital 那B就是Doctor's Office 对 Medical开刀手术 Medical offices 那些的 那这些都会有一个 80%和20% 这个Gap 叫Medicare的Gap 就用Supplement来补足 补这个 对 补足它空的地方 好 好 那什么是Original呢 如果你不参加Advantage 就是Original 好吧 我们这样讲话 大家不要明白 如果你没有参加什么 所谓的Advantage Kaiser Advantage 或是United Healthcare Whatever Blue Shield Antham Blue whatever 没有参加他们那个Advantage 你就是Original 这个有什么缺点 基本的Original的人呢 就是只有A跟B 但是AB不主观讲过 你必须要加个Supplement 加一个处方药 这样才能够完整 就完整了 图画就完整了 那为什么还有Advantage的出现 Advantage是说呢 它给你一些小便宜 比如说你看牙齿 因为Medicare不包Routine Dental 哦 牙齿给你一千块钱 甚至有些两千块钱 牙齿免费送给你 任何的牙医都可以去看的 有一些公司是这样的 等一下 这个是Original的 啊 就是Advantage 送给你一些的Extra Benefit 如果没有Advantage 就没有牙科也没眼科的 你要自己掏腰包了 哦 你要自己去买额外的那个Dental 那个Supplemental Plan 等等这样 哈 所以说呢 我还是认为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 再重申一下哈 你尽量走Original Medical路线 如果You are affordable It is affordable for you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 如果是Advantage 这个时候应该是Manage Care 你要做什么Heat Replacement呢 你必须要经过保险公司的那个Pre-Authorization 请示他我能不能够做这个手术 那有一些东西呢你要花比较长时间 有一些东西不能够等了 对 但是没办法 保险公司要Hat to go through process 有一些很快他就Approve 但是呢 有一些比较麻烦那些手术的话 你要等保险公司 OK 点头你才能够做 嗯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又说呢 如果是参加HMO 它的那个Network就很很很很狭窄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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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麽外 嗯 OK 所以说的话 HMO的话 它的很多医生也 也许这个医生只只收PPO 不收HMO是很麻烦 对啊 医生可以有权利 收谁不收谁 HMO赚的钱 钱比较少 因为PPO赚的钱可能比较多 所以说呢 你PPO里面呢 你就 它的就在Network里面医生都很广 都比较比较充足 然后甚至里面如果不足的地方 你可以到外面去找 外面的医生 但是你要付多一点copay 嗯 或是deductible等等 所以说 虽然是领导费的那个advantage呢 它还是有deductible 对不对 它可能会有copayment蛮多的 或者是有co-insurance 就是你付80-20 那个叫co-insurance 如果是copay是dollar amount 你住医院一天要300块 要200块 就是叫copay 所以original的话是 因为original是很自由 我可以跨州跨县 跨每一个州 我可以去看医生 比如说有癌症 你去MD Anderson德州 如果有Mayer Clinic也可以去 除了Stanford以外 什么都可以 就是technically很多地方都可以去 你只要上medicare.gov 下面去看provider 你把你的zipcode打进去 你要去哪个地方 那个地点呢 它会帮你找那地方的医院 哪几个医院跟政府有签合约的 OK 那你首先要问医生 或是医院生 你们收不收medicare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有的人不收的啊 对 Do you take medicare assignment 因为你可以 网络上可以查 政府的网站非常齐纯 你可以查 他到底收不收 如果他收的话 你问他们 可以不take medicare的assignment 如果take assignment 什么意思呢 medicare给他多少钱 就 他不能够多收你钱 如果有些医生很拽 他很高尚 他可以很出名 他可以说 我跟 他很高大上 但是不一定高上 对不对 他可以收medicare 但是他不take assignment 意思是他可以多收你15% 但是medicare也不爽啊 我给人家100块 我给你95块钱 因为你不听话 因为你不接受我的payment 但是呢 从95块那个基础上呢 他就可以增多收你15% 对 这叫assess charges 那个b的 他可以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的supplement 如果是plan g supplement 他会帮你付 如果是plan n 他就不付 and for nancy啊 and for nancy 因为你其实呢 那个supplement 那个补充计划 在original里面 他有standardize 每一家公司 必须要一样 一模一样的那个典型的 那个标准性的 有10个项目 有一些是a啊b啊c啊 然后有k啊l 然后n啊 那比较普遍的话是 以前人家是买f 但是f我觉得太贵 会比那个g大概是贵了40到50块钱一个月 嗯 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呢 如果你要省钱 你可以买g 或是买个n n的话你会有copayment 如果g是没有copayment 所以今天我大概是略略谈一谈 哇 内容好多哦 很乱 所以说呢你们不用紧张 所以说呢 尽可能之下呢 因为你medicare original的话 是给你access to all american 就是跨州跨线的 嗯 你不用怕 我到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也是你的network 对 如果是medicare age 以上的人 他是住在加州 但是他可以到washington state 都包 都包 对啊 全国都是你的network 或者到美东去游览 在那个地方摔了一跤 对 it doesn't matter 也包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看的医生 这个supplement也包那个20%的部分 supplement只要medicare A跟B有付 他们一定要听话一定要付 他不能够say no supplement只要medicare付的话 supplement一定要付 没得say no 对对 所以说呢你觉得哦 只要medicare这个手续的话 这个程序的话 是一个medically necessary的话 and then 你的那个supplement一定要包你 嗯 ok 所以因为medicare approved 一定要是medical necessary 另外一句话跟大家讲哈 如果是medicare original的人 你要特别小心哈 你不能够说像台湾这样 回去做体检 这句话很好听对不对 嗯 medicare不包annual physical 记得这一点哈 嗯嗯 你怎么家会包呢 是wellness check out 他跟你说哦 你病死啊怎么样 这wellness check out是可以包 但是annual physical他不包的 哇 怎么使他也包呢 那验血呢 验血你要告诉他说 你不能够无端端去验血 医生说他必须要验内分泌这样 就有包 只要医生你告诉医生呢 究竟有什么不舒服啊 什么地方你有理由medically necessary 医生说哎 我像我小便很多泡泡 whatever 就是很多这些的迹象告诉你 我头昏昏的 那医生就怕不给你检查 会给你被告了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有一些症状 告诉医生说 我现在呢 我早上起来是头昏的 头重重的啊 whatever 你有一些症状以后呢 叫他帮你查他会包 嗯 你不能够走进去 我要做annual physical 什么帮我都查 不行的medically不包 不付钱了 ok 如果medically不付钱 supplement也不付钱 所以这一方面呢 如果你真的要做无端呢 要做什么的话 回台湾去做 台湾有的检查也是要钱的啊 不是都健保都 700块钱听说了 800块900块钱 对如果你肯付钱的话 什么都乱查都可以 什么乱查 但是medicare呢不行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他检查的很详细啦 对 不管是original 或是advantage medicare不包含你long term care 记得哈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呢 他先生呢 也是我的客户medicare 他是买kaiser的 whatever 他中风 中风以后呢 他现在有一百天是rehab 你可以去skill nursing facility 三个月 三个月左右 就是一百天 然后他就担心问题 我现在过了21天以后呢 从21天到100天我要付100块钱 我说你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一百块是nothing ok 我现在恐怕是101天开始呢 他长了 一个月要付一万块 哎呦 三四百块一天了 他自己没买 他没有买long term care 所以说呢 你medicare 如果你身体要保养的好 你东西要吃的好 睡的好 要运动 你不要搞到你自己呢 有什么中风的迹象 你必须要注意一些你的三高啊等等啊 你许亚都必须要常常要check out 比如说medicare里面呢 我觉得大家常常要量你的许亚多高 以防妄疫 非常重要 那除了这个medicare讲座以外呢 我请大家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做 做in person的实体上 线下的讲座 理财讲座呢 理财讲座呢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像股票呢 双跌双刹 股票跟债资都双刹 都双跌 像情况之下我们的退休理财 怎么样去分配 安排自己的退休经济化 还有退休的那个税务上怎么 tax strategy 对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退休上那个账户里面那个 这个信托应该怎么做 因为你穿成了下一代 Ira Trust 那这一方面呢 Ira Trust 我每个月的礼拜六都有一个礼拜六 会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那个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吗 应该是第二个礼拜六 下一次就十月 十一月的十二号 下一次十二月份就不讲了 十一月十二号 ok 好 这是理财讲座 这个是in person 线下的 线下的对 然后在每个礼拜一的黄昏 七点到八点半 对 是关于medicare的种种 你带你的问题来 对 尽量尽量问到我 对 因为你问到我也是蛮难的 哦 太好了太好了 听了这个话很有信心 it's have fun ok 那medicare如果真的是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后面很多back out 嗯 我们很多的phd 那个support team 嗯 会教我们应该你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是Daniel他要希望您打电话来预约 对 因为他才可以assign一个zoom的password给您 对 就可以上去了 408-329-7549 408-329-7549 哇 聊着聊着 我们已经第三次讲到medicare了 还有这么多东西都还不太清楚 对 真的是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Daniel这个善心在每一个礼拜一的晚间 7点到8点半所举办的medicare的免费讲座 是用zoom的meeting 408-329-7549 感谢你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那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是的 欢迎 PEGI 欢迎 PEGI C